CNN記者登上美國海軍P-8巡邏機 從台灣上空進入南海 想從空中看看北京主張的九段線區域 CNN的確發現中共驅逐艦在海面航行 只是過沒多久他們卻突然收到共軍警告 CNN記者往窗外看 發現解放軍的殲-11戰鬥機早就在旁監視 而且兩機機翼一度差距只有152公尺 CNN不只從台灣上空觀察 他們還跟隨菲律賓海岸警衛隊出海 他們飛到一直在西菲律賓海附近警戒共軍動向的登陸艦 馬德雷3號上 只是再一次CNN記者又收到來自大陸的警告 大陸海警船在這個月初向菲律賓海岸警衛隊發出雷射之後 一直都在愛游淫交周邊海域活動 不管是菲律賓還是美國 不管從空中還是海面上 只要靠近南海周邊 大陸都會發出警告 儘管已經引起周邊國家抗議 但共軍依然過 延然已經把南海當成固有疆土 再管理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